表单的先从那个界面设计 比如说怎么把那个 表单的画面先做出来 那也就是上个礼拜 这个范例 当然启动的时候 它应该会自动启动起来 另外的话 还有就是说启动的方式 当然至少两种 一种是当我们Easeo打开 它就自动启动 另外就是按钮 它启动 那这个部分的话 回去还是要尽量再多练习 另外怎么样 新增按钮的那个上面的程序 比如说我要把程式写上去的话 那你要考量 就是说当我填了资料之后 按下新增 它能够帮我把资料 给填到那个Easeo里面 把Easeo当资料库来用 另外的话做一些防呆 就是逻辑判断 那也是我们上上礼拜讲的 那比如说判断 有没有输入资料 判断数字 输入了是不是数字 然后是不是0到100之间 那最后有补充一个按Enter 会自动执行 并且保护工作表 最后呢 尽量如果你不希望 以后呢 常常 比如说给人家输入资料 随便乱输入 你要帮它去修改 这个问题发生的话 那我建议你可以保护工作表 可是保护工作表有个问题 VBA怎么去把保护取消 然后呢最后再把它加回来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上个礼拜讲的重点 所以上个礼拜的部分的话 第一个 当然呢我们 启用内容 启用内容之后 它因为里面会 有一个随着那个启动工作表 就跳出来一个 我们上个礼拜做的那个表单 所以如果你启用内容之后 它会自动跳一个 这样这样的一个表单出来 OK 那这个表单怎么做的 OK 上个礼拜讲了 我的习惯是 由外而内 由左到右 其实如果你工作里面 有一些输入的需求 比如说你希望别人帮你输入 或者你自己平常要输入的话 那我是建议你可以 去构想 怎么样把一个表单 用在你的工作上面 那主要目的当然增加你的输入效率 之外 还有就输入的正确性 也非常重要 因为其实 常常你们会花很多时间 就是去修改别人输入错误的那个问题 尤其是很多输入来源 像那个前端输入的一堆乱 一堆业务人员输入一堆问题 那你如果要每一个 每一个都去纠正它的错误的话 哇 那你浪费时间 所以如果它输入都正确的话 那你就一劳永逸了嘛 对 所以呢 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而且很多同学说这个太好用了 因为只要你要让人家输入资料的话 或者是你自己输入资料 也可以这样做 那你就有必要去建立一个表单 所以这相关的应用 可以请各位都去思考 那其实我讲过了 像这种课程 最重要还是实作 因为你要学会 我觉得你买再多书 看再多资料 或看再多的影片 倒不如你做一遍就好了 不只一遍 你多做几遍就好了 像其实这会很困难吗 我倒觉得 反正你就按照我给各位的步骤 你就照这步骤做就好了 有外而内 有左到右 然后对齐应该还记得 如果乱乱的对齐一下 大小调整一下 我想这个比Photoshop小画家还简单 OK 然后剩下就是写 这个新增里面的程序 写完之后并且把它启动起来 它就OK了 再来就是你可以去输入资料 比如说我就输入DDD Enter它就下一个 Enter再下一个 输入下一个 那本来是要按新增才能输入 不过我最后有讲一个Enter 那个如果你忘了 你可以看一下上个礼拜影片 或者云端上也有那个程式 Enter 这个时候的话呢 它就会自动公布把这些资料输入到这边来 OK 然后并且呢 它会自动把什么呢 前面的那些格式也加上来 而且连那个表格也帮你画上去 有没有 不过呢 刚刚可能因为程式在跑比较迈 那另外还有一点就是说 我把它关掉的话 其实里面 如果有人要篡改 比如说它的成绩 它觉得不够高 它一百分 但你会发现 没有办法变更 这个很重要 我发现现在 很多时候 它做错或乱改 它都不承认 最后怎么办呢 很麻烦 你跟它吵架也没办 其实深圳你也不用跟它吵 你跟它吵 跟它讲在 倒不如你就限制它就好了 所以有的时候我干脆把规则先讲清楚 限制先讲清楚 这样就一劳永逸了 有没有 也比较好管 OK 那这个功能的话 实际上 主要就是在哪里呢 在教育里面 你就设定 把工作表 有没有 我已经设定好了 如果你要取消的话 当然这边有个密码 如果不知道密码 它一定乱输入的话 它也没办法取消 那如果我知道的话 那我可以输入证据 就可以取消 我可以修 只有我可以修改 但是问题来了 上礼拜讲一个很重点 这个前几期也没有讲到 因为我觉得很重要 所以我就补充了 里面主要就是怎么样 如果你希望 VBA也能够动态修改的话 你必须要动态的去修改那个程式 其实程式非常简单 就那么一行 有没有 ActiveShoot 点什么Unprotected 刮符密码加上就OK了 所以那个部分的话 当然如果你忘记 可以自己再看一下 看一下那个 看一下我们 再看一下那个之前的影片 那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我们要继续来看那个 就是上个礼拜的程式 基本上就这一号 看一下 应该就是这 程式应该是 我要输入的时候 所以我要输入在新增这边 所以当我要新增的时候 就是ActiveShoot 有没有 Unprotected 这个 然后呢密码把它打上 所以密码 有没有 打在这里 然后最后输入完毕之后的话 记得再把密码加上去 输入完了 密码加上去 就OK了 这一些程式 其实在原段上都有 请各位就自行再把它参考一下 蛮多地方可以这样用的 不是只有在这边也可以用 只要你 资料要给别人分享的话 我建议还是 尽量就是加上 那个密码吧 不过这边倒也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如果对方 他有学过VBA的话 那他可能打开之后 他也看得懂 他会知道 Unprotected 1234 你的密码就被看到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当然 还有必要 最后呢 顺便讲一下 如果你这边已经有一些程式 对不对 然后而且程式里面有那个密码 你可能只防 君子不防晓文 如果他刚好会的话 所以最后 跟各位补充一下 那当然你有必要怎么样 把你的VBA 给保护起来 那意思是说 程式不要让人家看到的话 很简单 记得呢 在VBA Project 主要是按右键 它有一个VBA Project的属性 在这个属性里面的话 一样可以怎么样 如果你不想让人家看到你程式怎么写的话 那你可以在这边设个保护 先打勾 再输入密码 OK 这样的话呢 就不会 即便你把档案给人家了 他如果即便学了VBA 他也打不开 OK 这很重要 OK 不然以后 有同学说 我写了很多东西 我花了很多脑力 我的智慧财产 那一夕之间 如果给人家 不是全部都被人家看光光了 对不对 OK 那这样的话呢 你可以 不过特别注意 你就直接把它存档 存档只要存以share就好 VBA不用存 你是有存档之后 你把它关闭 那什么时候会发生效用呢 就是说 当你在下一次开启那个档案的时候 所以我在下一次开启那个档案的时候 那打开之后的话 一样他会执行吧 然后如果我要看里面的程式的话 因为我现在没有启用 其实LT加F12 F11也可以 F11也是启用那个 就是Auto键加F11 也是可以启用VBA 如果你没有启用内容的话 那这边你会发现 我们刚刚有加了密码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 它不像平常一样 直接就可以看到 那你这个时候 如果说你把它点一下 它要你输入密码 也就是你的VBA程式是被保护住的 那除非你自己知道密码 比如说我随便乱输入一个 按确定的话 它会出现密码不正确 除非你是知道密码的 我输入正确的 按确定 它才可以让你怎么样 再把你的那个什么 Sale物件 打开就这些 然后你的表单 就是User Phone 你才可以办法打开 才可以看到里面的程式 OK 所以这个部分 我蛮建议 各位一定要加一下 如果以后你的程式 写的越多的话 只要在VBA Project上方 按右键 VBA属性 再加一个保护就OK了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那待会的话 请各位开启那个 日期时间函数的这个范例 那待会的话 我们要讲一下 有关日期时间这个范例 那这个范例里面 有哪一些重点呢 包括就是说 有关那个日期跟时间 其实在Essale 或者在资料库里面 它是属于又是另外一个 比较特殊的一个资料形态 因为前面有文字嘛 对不对 也有数字嘛 但是如果日期的话 日期跟时间 你怎么处理 那其实日期的话 如果你要算两个日期 相差几天 相较比较简单 但你要比较 两个日期相差几个月 或几年的话 有时候很麻烦 比如说后面我们有一题 如果我要算什么呢 算这几个人 他出生到今天为止 请你算出他精确的 税数 不是只有税哦 他 不过我们算的是十岁 然后几岁 几个月了 又几天 还要细到几天 OK 那这个地方就麻烦了 但你算那个 就是两个日期 就是今天到他生日 相差几天比较简单 但是你要相差几个月 几年就相对的比较麻烦 可是要怎么做 请各位待会先试试看 把这个题目要看一下 那最后我们有个练习题 就是我希望输入 每一个年度里面的第一天 他能够自动帮我把 这一整年的年历给产生 也就是说我只要输入 这个一年里面的第一天 其他都会自动产生 那当然我们可以用很多方法 可以用Excel里面内建的函数 或者是说用VBA 做出来的话 最好是可以什么 那你输入 那一年 按Enter之后 自动一整年的年历都产生 那是最好 后来这个年历做完之后 同学就有机会问说 老师那下方 可不可以增加一个空白的储存格 让我真的可以做 当成一整年的Schedule来用的话 要怎么做 所以后面我会讲一下 如何针对日期时间来了解一下 那主要重点就是 有关日期时间的计算 画面先还给各位 先试一下 那日期的计算方法 跟日期跟时间的计算方法 其实还蛮像的 日期是年月日 然后时间的话就是十分秒 他大概都三个单位 可是问题呢 最麻烦的地方就是说 他一个储存格里面 包含了三种 三种的资料 那我要怎么把这三种 年月日好了 各分别把它拆开来 然后做计算 这其实是这个单位 我觉得最麻烦的地方 那一般坊间书籍 其实讲的也不甚清楚 所以有些人 反而针对日期跟时间 是最头痛的 尤其要计算的时候 那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如何利用 那个ecell里面 内建的函数 帮我们解决问题 或者是说 我们可以用VBA 有没有办法 更快速的解决 我们眼前的问题 所以后面我们有一题 其实复杂度更高的 那请各位先开启这个范例 那待会我们 再来看一下这个范例